這萊豬之後 是不是就是核食要進來了 但是現在要改名了嗎 說要改名變成福食 日本福島五縣市的食品解禁令 雖然受到影響 還傳出說民進黨的 立法院黨團 已經跟情願商議 預計把所謂我們原先 大家口中講的核食 說要證明為福食 我們可以看到 柯建民在14號邀了黨籍立委 陳金仲來討論 傳出說民進黨 這次又要速戰速決了 恐怕比照萊豬會以行政命令來公告 那麼民進黨團跟行政商業 日本的福島五縣市食品要證明 不叫核食 叫福食 我們可以看到了 網路上就說 民進黨真的很會硬拗 你也認為說 他們真的很會拗幫我加一 他說不是網軍 是小編 不是缺電 是剩得不夠多 不是雙標 是時空環境不同 不是第一心 是做功德 另外可以看到的話 核四是不是叫福四 那就不要關了 反正正名 我們改一下 還有2025非福家園 民眾說看到這樣子 感覺有點想哭 還有不是詐騙集團 是民進黨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 趙商鑼董事長也發文了 說民進黨到現在已經創造了 這麼多這麼多經典的名詞 算是一個超異詞點 像是超買 美豬 跳電等等 教證回歸 說這個民黨執政 就是用發明名詞 真的有好多什麼教證回歸 一出來大家覺得好有創意 楊明哥 對 其實這個改名 就是民進黨的算是強項 應該說他們推動所謂正名 對不對 都強調要正名 你看馬上把這個核食改成福食 那其實最早提出福食 這兩個字是誰 是我們的駐日代表 謝長廷先生 他在去年3月他就強調說 福島的這個食品 那就叫福島食品 所以簡稱叫福食 那要有染有被感染 這個所謂輻射的這些食品 才叫核食 所以他說福島地區的 如果沒有感染那個輻射的 沒有驗出輻射 就應該要叫福食 而不是核食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整個政府都要朝向 所以把它變成是一個福食 那很快要過年了 我們就祝大家 多吃福食 滿滿的幸福 所以今年的總統府的春聯 叫做福運旺來 就是有福 有運 有來 福食要運來 所以其實在去年 這個12月18號的公投結束 我就寫說馬上政府就會宣布 日本的這個核災食品進口 那果然很快的就宣布了 可是我說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2018年是郝龍斌先生 領先提出的 是否要求 就要求政府 你是否支持繼續維持 這個針對日本福島周邊 五縣市的核災地區食品 進行維持管制的禁令 這個公投有779萬1856人 是投下同意票 雖然沒有比蔡英文總統的 817萬多 但779萬人的這個名義有 也不過才三年兩個月前 現在如果政府要開放的話 這779萬多人你贊成嗎 你會因為現在四大公投都被碾壓 所以你就會願意支持 日本的食品進口嗎 日本的這種 所謂的災區周邊的食品 另外我們要講到就是說 日本災區食品 其實這個禁令是在311 就是日本福島的核災 發生之後我們的政府就開始 而且當時是民進黨的立委 包括田秋錦這些立委 強力要求政府一定要管制 結果馬政府實在管制了 後來2015年發生一件什麼事 那時候因為日本來的食品 還要強調他要把這個產地 要標籤 要寫清楚 比如說你是日本的哪一個縣市 你要把它標出來 因為你要避免那五個縣市的進來 2015年就發現說 好多的這個標籤貼兩層 第一層撕下來 就是那是福島五縣市的 結果發現有人用改標的方式偷渡 所以那時候還更嚴格 逐批要查驗 所以在馬政府執政的時候 很努力在查這個 那現在呢 現在是要把它開放的 要證明 對 所以因為證明了 現在是很有福氣的食品 以後我們的政府反福 我們政府是反福 我們未來叫非福家園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邏輯 我覺得大家要順一下 我們的政府要非核家園 如果你今天要非核 為什麼要開放 這個日本五縣市的食品 這五縣市的食品 我跟你講 輻射程在對台灣人來講 這個是一個很 老實說是近幾十年才開始 我們從核能發電 這個才開始 包括原子彈這些 原子能的研究 其實是近一百年的事情 這樣的科學的這些測試 第一個我們有沒有設備 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設備 可以驗出它含不含輻射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問題是怎麼標示 你如果要進口 請問他要標示說 Made in Japan就好 還是你要加上縣市 這樣民眾可以看 因為這樣五縣市 我可以選擇不要 我自己避開 還是你要比照像萊豬 我就全部是美國人 你不爽不要吃 因為你不能歧視 對 所以如果今天到時候 跟萊豬一樣 你指標來自美國 產地是美國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含萊 這個我們要說 你就不要吃 是 都推給消費者 我們政府把關的決心在哪邊 所以特別在韓國 韓國開放的日本的食品 他們是針對水產品 就是水產 菇類 他們有加強的管制措施 他們甚至要求要日本方 把輻射相關的 做完檢驗之後才可以輸出 台灣有沒有辦法做到 比照韓國的模式 這是前端 後端是如果開放了 真的就能加入CPTPP嗎 這就是蔡政府要說清楚的 所以回歸到科學 但是民進黨現在說 不要用核食來污名化 福島的五線食品 胸腔科醫師蘇一峰說 不要叫核食改叫福食 那不要叫霧霾空污 叫地上雲朵 不要叫癌症叫活力細胞 改個名字 世界充滿了愛跟溫馨 還有國民黨的 富凡洋指斗說 改名叫福食我支持 這是認知作戰的第一步 就像萊豬變美豬 還有小星哥說 民進黨是不是開放萊豬 就變成萊福黨 以及前立委郭正亮說 日本拒絕標示產地 只願意標示Made in Japan 所以我方傾向直接測輻射值 但是台灣能夠測輻射值的人 沒幾個人 我們就要請教王醫師了 確實在這個食品安全健康 對我們的影響也是非常大 現在就說未來只能夠這樣子 標示一個Made in Japan 我們就是 台灣的民眾是不是 我們也只能夠快速闖關之後 又只能夠接受嗎 我們是不是都沒有任何的選擇 敬平哥 其實日本自己的民眾 對福島的食品 都有食品安全的疑慮 所以在產地的標示上 日本的政府是很嚴格 所以在當地在日本 他們看的每一個都寫得清清楚 因為他們曾經發生過很多商家 偽造他們這個產地標示 比如說2012年1月 大阪肉品商 就把福島線產地的牛肉 篡改標示成為鹿兒島 這個是在2012年1月的事情 2012年4月的時候 東京蔬果批發商 也把福島線的產的小黃瓜 篡改標示是三型線跟嚴守線 所以他們自己的民眾也 所以後來日本媒體報導之後 日本民眾就很火大 他們不是排斥自家的福島五線 是什麼福島 千葉線 什麼工程線 他們不是 他們只是希望說 你必須標示清楚 你不能拿A 然後灌C的名字 灌B的名字 然後明明是A產地出來 就像福島五線式 像剛剛黃耀明講的一樣 所以日本政府為了平息 日本國民民眾之怒 都很嚴格的在這方面查驗 憑什麼你出口到台灣的 這些福島五線式的食品 你可以像郭正亮前委員說的 完全就不需要標示 日方拒絕標示 我跟大家講 這幾天剛好碰到 第45屆台日經貿會議 日方的代表大橋光夫 一直跟我方施壓 然後關切我們什麼時候開放 福島五線式的核輻射污染的食品 這些不管怎麼樣 就是福島五線式食品的實程表 那雖然我們台灣的代表邱毅仁 是一直擋 也不能說他也沒有 也不是說要帶擋 他只是說我們沒有實程表 一直說搞不好下禮拜就開放了 我們沒有實程表 搞不好這禮拜經過大家這樣子講 呼嚕嚕嚕嚕下禮拜搞不好 甚至不用說下禮拜 搞不好很快就開放了 所以聽到這個福石 是在民進黨前幾天的群組 在他們手機的Line群組 他們有一個民進黨中央廚房 是裡面有民進黨黨團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老柯 民進黨的黨中央 還有一些他們的黨政的一些幹部 在那個Line群組裡面 民進黨立委就你一言我一語的說 這個改名好了 這個就是有人就提到說改名福石 是從那個民進黨中央廚房 那個手機Line通訊欄裡的群組 我跟你講國家很多的大政方針 幾乎都從民進黨那個Line群組 這樣討論出來 是確實有這樣的一個 對 有這個事情 所以民進黨立委就是說 不改名福石的話 我們很難去打這個議題下去 這樣子不好攻擊 不好防守什麼的 完完全全都是為了政策 為了議題 為了選舉 你幾時關心過老百姓的健康 所以也是擔心影響了這個選舉 所以馬上速戰速決 對 所以如果說何時改成福石 改名就像我們一般人在想的 改名就可以改運的話 就像我覺得網友真的很有猜 何時可以改成福石 我們就可以用了 就不要關了 就可以用了 何時改成福石 所以這什麼瞎道理 就像但是民進黨很會用這種 改名的概念置換 就像去年12月18號的公投 本來是反萊豬 被他們改成反美豬 你看公投不就結果贏了嗎 讓一下子民眾產生混淆 說我不要買反美豬 我是反萊豬 反萊豬就是反萊豬 不是反美豬 就可以民進黨這樣混淆民眾的視聽 概念置換 萊豬就是美豬 怎樣怎樣 就開始這樣講 聽久了 好像就這麼一回事 是 那你這樣子現在何時 福島五線是何時 你說福石 你等一下會不會無限上槓 把福石變成全日本的食品 會不會有這種問題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現在其實改名改善名 但是這只是一種障眼法 因為他把全國的老百姓 我們全台灣人當成眼睛夜障重 認為反正就是一個障眼法 我們老百姓看不出來 改成福石 我們就好辯護了 所以在立法院 民進黨立委賴群組裡面 傳出來這個消息 民進黨立雲立委自己提議說 我們就把它 我不要說要證明 那個不叫證明 你就是改名 因為他本來就是福島五線 是有核輻射污染的 疑慮的視頻 所以你那個福石 我可以改成那個福射的福 是 那更直接 不是福島的福 你要這樣嚇人家嗎 福射的福 福射污染的這個食物 更直接 對更直接 你現在講說福島的食品 在我們解讀 我可以說 你是福射污染的食物 福石 你要直接吃那個福射污染的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立委 在民進黨賴群組裡面 跟府院黨他們黨政 賴群組平台 提出這個概念的立法委員 民進黨略是豬頭